和前两季的慢生活节奏相比 亲爱的客栈第三季变化极大 几位明星都面临着营业额的压力 有时候一些细节没处理好 就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对象 张汉近期各是因为穿着问题 受到了网友们吐槽 原本在节目中 张汉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形象 每次出场都精心打扮 但是随着管家任务的不断增加 他也逐渐放飞自我 直接穿着睡衣脱鞋出镜 无论是吃早餐还是开会 甚至是接待新嘉宾时 都以这样邋遢的形象示人 虽然张汉称这是接地气的表现 但是网友们认为 穿着睡衣迎接客人的确不礼貌 而一旁的刘涛看到后 表情已经有些不满 节目中曾多次提醒张汉 但是张汉仍然没有改变嘻嘻哈哈的态度 刘涛当场就让张汉去换衣服 态度非常严肃 两人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一旁的吴磊看到后 立刻往回拉张汉 随后张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网友们纷纷表示不累的情伤太高 主动拉回张汉既能不让旁边的人尴尬 也能避免两人之间的争吵